游戏领国小舞师对学生带来一连串表演 在热闹的鼓声中也为崇洋亲职日活动拉开序幕 武术表演及舞师不论在视觉或是听觉上都相当震撼人心 获得阿公阿嬷们如雷的掌声 今天我们是西陵国小舞师对的小朋友 准备了三个节目来跟凤鸣社区的老人一起庆祝 我们中阳祖孙同乐会的活动 这三个节目里面包括有绕场鼓 还有我们的武术表演 最后是武士表演 来跟社区的长者一起同乐 南东市丰鸣社区重阳敬老活动 有别于以往以表演活动为主一贯的模式 为了提高社区长者的参与度 今年理事长陈信力发想新鲜的创意 邀请系领国小舞师对的学生们一同来参与 以祖孙同乐的方式 提供社区祖孙一个互动与交流的机会 拉近社区世代间的距离 那我们一开始就在想说 我们如何让祖孙同乐会的互动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相互连结的一个设计 首先就是我们做操阿柜 让阿公阿嬷带着他们的孙子一起去动手 然后再来他们武师 一般我们阿公阿嬷 如果他们看老人的活动 他会很无感 因为太同质性 那么他在跟 只要是孙子的活动 他会看起来格外起劲 就像在家里带阿公阿嬷一样 还有就是我们切蛋糕 我们历年以前切蛋糕都是用最长者来切 那今天我们就选择说 把蛋糕用个分享的概念 我们买了蛋糕的量 让长者来切 那所有的餐里人来分享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操阿柜也是 就是说让他在做了以后 回去也可以把自己动手做的东西 自己回去试吃 那也很感谢我们今天西岭国小的配合 那今天他们来除了武师以外 也帮了长者切蛋糕还有凤茶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凤茶的动作 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 对阿公阿嬷 他会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目的就是说敬老尊贤 面团揉好要来包馅了 先是志工妈妈前一天炒好的 有虾米豆干和香菇等 在包插娃粿的过程中 学生们显现出十分雀跃的表情 也很认真动手做 纷纷期待着蒸笼出炉的那一刻 包这样 你包这样 包这样对吧 把它连着圆圆的 圆圆的就拿着 他是用猪肉 猪肉 葱头 还有什么 猪肉 黑碧 冬黑 冬黑 长辈们相当期待这次的活动 一大早就开始备料 忙得不亦乐乎 台湾传统美食插花粿 是许多人爱吃的古早味 老一辈的大部分都会制作 年轻人现在都买现成的 透过今天的活动 大人小孩一同来做插花粿 不但让长辈们也能回忆过去 更让年轻一代有机会学习传统习俗 很高兴 之前早就来 准备要做过 跟小朋友家做过 我们这小年人都要 也做过今天头鹅 我们这老花组早就要做 这位老花 这小年人都怕鹅 很高兴 包头头 富丁 肉丁 包很多地方 这老花才叫小年人不叫 头子就会过 会得到贴 贴到贴到贴到贴了 最后就来 要弄的时候就要用糖 炒 还要给贴薄用刷 然后到柱底上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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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Q 就用一种 米粉 米粉像我们在暗门 像我们在梅子 起到点点 然后来弄 弄到QQ 当初 你要做自己 妈妈一直扑过一直扑过 跟妈妈扑过 真够工啦 做米啊 做米 烧热的米 黑的刺客 一般我们的产客 如果下垫都会发 我们的方向都会发起来 你却把他扑上满满的 就把他扑上满满的 就把他扑上满的 不管是要做就扑扑 不然你的刺客 有时候没有糖口 像这个时候就没有糖口了 有糖口你做的时候要去弄买 要去弄买的刺客就是没那么漂亮 像今天就没那么顺色了 你下垫的刺客就很漂亮 感觉很舒服 你看大家很快乐 你看大家做得很高兴 有的比较做在这儿熬也很好 县府社劳处付出长张木兵 与长辈们一同切下蛋糕 除了让长辈能够与可爱的小朋友们 一起做茶碗粿 营造祖孙同乐的气氛之外 还安排学童端蛋糕给长辈们平常 同时也受上了他们最真挚的祝福 并进行传统的奉茶仪式 场面温馨感人 大家从一大早就开始做凉血与压等健康促进活动 还有我们小朋友为我们长辈五十几股 来娱乐我们长辈 还有一起做茶碗粿 所以整个一天的活动都非常精彩 南投现从95年开始就办理设造据点 这几年我们除了设造据点的四项服务项目之外 我们也办理了共餐 还有多元导入方案 还有我们就是世代融合的活动 也就是今天的那个祖孙同乐会等相关活动 我们今年共核定的补助了二十个社区 来办理我们这个世代融合活动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再开展更多的服务项目 我们现场黎明真也非常重视 我们社造据点这个业务的推展 所以特别只是我们社劳处在宽列经费 像譬如说我们明年就会增加250万 就是增加我们社造据点社会参与活动 就是社区可以带领我们长辈到其他县市的社区去做参访 让他们顺便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 我们这一部分每个社造据点都会补足2万元 从明年就会开始 希望说透过县府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社造据点 能够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我们老人家都可以常常进展出来 外面参加相关的活动 让长辈能够心情非常快乐 然后身体会更健康 西岭国小校长图仁雄表示 学区年轻人大半出外工作 居住着高领营法族 学生大都由年长者照顾 为了让学童关怀并感恩长者 配合社区举办重阳亲子日主春同乐活动 借此也提供学生一个展演的舞台 透过这个活动 一方面是让小朋友有一个展演的舞台 有这个机会表演给社区的长者来看 长者表达一个心里的尊敬 尊敬 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们 随着耳熟能响的旋律 全身跟着舞动 社区千岁团成员 都是超过70岁的阿公阿嬷 常常代表社区去参加比赛 得到相当好的成绩 看着他们跳舞 心情也会跟着愉悦起来 心情快乐 身体健康 因为你来这里要跟阿嬷互动 阿公阿嬷互动 他们就觉得我们来的孙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心情很轻松很快乐 他们也很高兴 所以时间帮他们自己来 让社区里面的长者 利用这个时间来社区集合 其实主要是让他们来社区运动 然后做健康促进 然后顺便大家一起用餐 所以政府这个关怀据点的目的 最主要是让长者他有伴 因为在这里 在白天有时候 他年轻人都要外出工作 那有一部分独居老人 他在家里其实是蛮孤单的 然后透过这个社区的关怀据点 让长者彼此一个礼拜 有三次 大家彼此集合 就像一个老学堂 就像学生上课 他彼此有一个互相依靠 然后长者与长者之间 彼此可以聊他们的是非 他们小时候的事情 就是说让他们整个脑筋 可以不断的在运动这样子 我们社区目前 关怀据点集中用餐 固定在每一个星期二星期五 还有星期日 那当中星期二星期五 是我们政府补助的经费 这个补助经费包括我们的食材 还有健康促进的 还有厨妈的一些基本的材料费 那我们星期日 是我们社区置办 因为社区有一些闲打人士 他会觉得说这个关怀据点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社区的闲打所捐助的费用 我们就增加在星期日再多做一天的关怀据点的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礼拜有三天 理事长陈信力表示 风鸣社区关怀据点已经迈入第七年 期间除了安排有乐龄课程之外 中午也提供集中用餐 不仅可以让老人家能够拓展生活圈 就连社区民众及志工群 都因为付出而感到开心 所以来到这里不单单只是吃饭 每个人都越来越快乐 不关系我都很爱吃药 每天来我也很爱 我们就只一个九九千岁团 就到中部去表演 也都有得到奖 阿公阿嬷他们都跟他们说 他们来这不是为了要吃饭 他们是要来这做运动 身体会健康 这我们帮助 因为他们都觉得很快乐 他们快乐身体就会健康 奉民九九千岁团 我们这一个团就是 我们社区所有的动态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南投县办理的 比如说社区的健康促进表演比赛 或者就是相关的 只要相关于长者 长者动态的表演 那所谓的九九千岁团 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加起来 真的是九千岁 因为表示年纪都很大 几乎都是七十七跳 最多有八十几岁都还跟着在跳舞 老人家在社区常态性的表演 当然主要是为了健康 那因为如果有外面的表演的比赛 或是展演 有时候老人家会寓教娱乐 比如说他可以出去坐个游览车 然后到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不同的团体 大家都在表演 就等于是一种老人家的娱乐方式 所以老人家对于这个九九千岁团的表演 还有这个祖师 他们佩服度都很高 先远烂雁雪表示 丰鸣社区举办重阳亲职日活动 看得到家庭不同世代兼爱的流动 让重阳节温暖社区每个人的心 让大家了解平时也应该与长辈之间和睦相处 感受尊老敬老的优秀传统 我们看到凤明社区 除了九九重阳节活动相当的一个热闹精彩之外 其实在通常一个礼拜 也有三天的一个关怀据典 我们共餐的活动 这些长辈来这边可以说是乐趣无穷 自己精彩 自己精彩 自己製造 所以大家在那边用我们五餐的时候 都有个感恩的心 我想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我们老化的时代来临 在我们社区据典可以说是如火如土的展开 山上市里凤明社区可以说是相当的优质 在我们在关怀长辈 不管是我们的健康良策 健康处境也好 还有我们的共餐 透过种种活动呢 让长辈觉得有趣 同时也能够踏出户外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社区活动 让他们觉得生活能够充满的一个色彩 我想这个也是政府部门 最近我们长照在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尤其重阳节呢 我们这世世和世大的共农 这也享受到我们三代同堂的乐趣 三代同堂不同的一个 有温度的一个感觉 那么艳学相当鼓励 不只是在重阳节这一天 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子的一个 孝敬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体验到中国孝道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社区的一个热情温度的一个渲染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来这边呢 乐活在地的一个老化 今天有欢迎吗 有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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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辈们笑秘秘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快乐与欣慰 整个活动过程充满温馨和欢乐的笑声 参加的长辈表示 有这么多孙子陪伴过节 这个重阳解释过的别具意义 民意新闻洪一伦专题采访报道